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要做一個好的藝人 常常要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可是藝人並不是 只跟自己接觸 他們也得跟別人接觸 跟別人接觸的時候 別人就可能會喜歡他們 或者是討厭他們 今天剛起來邀請了 三十位幕後工作人員 他們要用按鈕的方式 選出來他們心目中 最討厭跟最喜歡相處的藝人 三十位工作人員在我這邊 歡迎各位 我覺得那個 電視圈的幕後工作人員 普遍放眼望去就是一片 有一種荒煙漫草的感覺 好幕後的感覺喔 他們當中有人是做金頭腦的 做金銀道的 做康熙的 還有不同藝人的經紀人在這邊 那他們今天可以不要用 介名的方式來表達他們 對於某一些藝人的喜歡 或者是討厭 因為他們手上有按鈕 所以只要按下鈕之後 我們知道三十個人當中 比方說有二十六個人 是喜歡S或者是討厭S的 不過我不會出這一集 而且大家都愛我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要測驗一下嗎 這麼一把 一集就來了 好 受到測試的呢 有非常勇敢的十位明星 歡迎十位 你們好 S 這十位當中你覺得誰敢來今天 這個場合算是有種的 我沒有看到令工作人員會討厭的... 姜衛文吧 因為你可能會達不到節目的效果 然後工作人員就會想說 白請你來 有這個切入點的可能性嗎 我不覺得因為他人好好 所以工作人員應該喜歡他吧 我覺得安君燦是不是 你會常常給工作人員臭臉 不會...我是非常親切的人 而且我覺得你們是工作人員嗎 他怎麼都長那麼好看 應該會當藝人的啊 沒有 藝人... 你現在在藍色嗎 尤其是18號啊 藝人到了錄影現場 然後會挑位子 因為他偏好自己的左臉 或者右臉被拍攝了 這種挑位子的行為 會讓你們感覺到 這個傢伙有點討厭的 請按鈕好嗎 來 十...十五...十六 過半了 十六個過半 會不會不喜歡這個行為啊 可是很多明星真的是 某一個臉比較好看啊 陳漢妮 你喜歡左臉還有右臉 我喜歡後面 最後面這個 這也是我最完美的角度 那你就不要閃過來了喔 沒有啦 其實我... 你也喜歡你這個角度 我跟妳開玩笑 但是我沒有在乎任何的角度 因為我是無死角 他今天是辦美麗死翠谷嗎 沒有... 好笑喔 原來DK長得像美麗死翠谷 是美麗死翠谷嗎 好笑喔 還是爸爸拉死翠谷 好 你們都很意外 超過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員 不喜歡你們挑位子的行為 可是我沒有聽過 有人會要要求啊 問題是會有人這樣要求嗎 說不定是主持人啊 有人這樣要求 不是要求 就是說 希望如果說可以... 你自首了 不是要求 是你嗎 你到底喜歡你哪一邊臉 右臉 你希望你永遠都是右... 所以我很喜歡來康熙 因為常常明星都會坐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喜歡右臉對不對 喜歡就是右臉 可是你可以給鏡頭拍一下左臉 看觀眾說不定覺得 沒有不一樣啊 沒有 左臉就是... 你試試看我們看一下嗎 現在是右臉 目前是右臉了 OK 現在換左臉我們看一下 還好啊 差別過來 一樣吧 沒有 愛思潔你 你慧眼你看一下 你看右臉是不是非常的... 右臉我看 就是非常的圓滑 OK 左臉 好 左臉比較... 左臉比較滑 我跟看起來比較笨 有一點 有... 你右臉比較V2 對 左臉好像這一塊 後... 後來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去翻我小時候的照片 我就是長這樣 所以就是我生來的臉型 就是不一樣的 蓮麗婷 我以前做 一對一的訪問的時候 我有固定的座位 我會為了我的來賓 坐到對面去 他們有時候要求要坐我的位置 以後我都要進那會坐左邊的 沒有關係 所以如果是拍戲 我覺得會比較帶來麻煩對不對 我很吃虧 對... 某一些藝人真的會 仗得年資比較久 然後出現以老賣老的行為嗎 有遇過的請按鈕 來 按鈕 來 來 15 16 16 馬上到16 19了 總共30位 有19位啊 S 今天的十位明星當中 最有資格以老賣老是誰 我覺得張克帆 就我最資深啊 所以 克帆 你有以老賣老嗎 不好說 我做人員跟妳RAA康告的時候 妳有沒有教訓過他們 沒有... 沒有吧 所以... 然後就... 所以我們這樣... 我們不是在講克帆兄 可不可以有誰告訴我 一個以老賣老的例子 我聽聽看是到什麼程度好嗎 你們這邊誰 我這邊主要是 當你屁事啊 當你屁事啊 通常啦 就是比如說那時候入燜鍋 像邰哥因為他年資最深 他可以對便當要求 這個他就是以他的年資之力 可以要求便當 可是如果要求吃的 會惹到工作人員的話 S還滿常點菜的耶 可是其實一開始 工作人員會覺得很不耐煩 他們會覺得... 可以嗎 試試看 明星不吃現場製作單位 準備的便當 希望另外去買他喜歡吃的東西 這件事覺得 讓你們感到很機車的人請按鈕 來... 好 來... 十字乾啊 十九 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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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不對... 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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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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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S 難道妳誤以為 妳每一次不吃 準備好的制式的內容 然後妳要求別人跑去東區或西區 買一個特別的食物 這不討人厭嗎 我雖然不是吃他們準備的便當 可是我的要求都一樣 沒有 妳常常便啊 我都是一樣的麻辣麵 一樣的肉粽 什麼...肉跟麵 妳算妳自己長多少 對啊 沒有... 沒有 妳有關東煮鰻魚飯 然後... 鰻魚飯是妳叫我吃的 有些還是康永都有吃的 我主持康永十年來 有沒有點過一次菜 不是 因為有的時候 我就想說沒關係 就讓他們點一些 我平常喜歡吃的 然後他可能覺得我太老頭 他就去說 妳有吃過見食物的鰻魚飯嗎 我就說... 我就說有啊 他說那妳可以試試看啊 我想說好不好 你都已經講我這種食物了 我跟你講 我沒有一次知道我要吃到什麼東西 我都是分到一份 然後說今天吃三明治啊 就是... 妳完全都不顧我的死活 康熙的人該有按鈕嗎 恩恩 你有按嗎 有 他有按 康熙誰付得買飯 索拉 索拉 你剛剛有按嗎 所以叫妳跑去東區買甜不辣 這很困擾吧 不會啊 沒關係 我是不是都提出很合理的要求 有沒有... 有沒有需要... 有沒有需要排隊很久才買到的 次數比較少 什麼東西是要需要排隊的 滿有名的排骨飯 排骨飯 我根本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哪一家排骨飯 我很少吃排骨飯 我最近在減肥 不好意思 上節目的人 有的人效果很強 有的人效果普通 然後效果強的人 可是做人很討厭 然後效果差的人 可是做人很好 那我們要選 比較喜歡 好掙扎喔 效果很強 可是做人很討厭 請按鈕 好掙扎喔 效果很強 做人很差 來 都是力壓力啊 其實... 大部分你喜歡好好先生耶 所以選克凡的比較少嗎 你... 蔣偉文 他是受到同場的討厭 但是... 我只受到你討厭而已 蔣偉文有沒有被工作人要求過 說拜託你今天表現得強烈一點嗎 沒有耶 我覺得他們可能不好意思跟我說話 可是安君燦有耶 安君燦有被拜託過說你要表現強烈 不是 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就會做效果 但是就是我不喜歡工作人員 會跟我講說 那個小安哥麻煩你今天就是... 就是你知道 表現驚訝一點或什麼的 然後我心裡想說 我都出道十幾年了 我當然會啊 但是我沒有表現我就會說 好 你心裡的独白就說 你心裡的独白就說 好 我會說 好 我知道了 你心裡想說老娘已經出道十年了 還要你教啊 不死喔 十...對 超過 不死啊 我也常被人講這種話啊 但你心裡... 工作人員一定會說 麻煩那個... 麻煩課本人 麻煩那個君燦 麻煩多做一點笑話 對 可是我心裡面會想說 我會啊 十位明星來上節目之前 理論上製作組都會有人打電話 跟你們聊一下 要講的故事的內容 對 然後曾經遭遇過工作人員跟你們說 你們講的故事不夠好的舉手 好嗎 好像都有 滿常嗎 他們都會一直說多一點 應該都有 好像也有 可是被這樣講的時候 不會覺得說 我已經講出很好的故事了 有 突然就是那種會打來100次 真的 100次 我打來100次 然後一直問你說 那還有可以再舉例別人 那是不是這種狀況 是不是說這種狀況 是你們回去跟製作人回報說 某某藝人講的這個故事 然後製作人吐槽說 這故事爛透了 你們再打電話去問 是這樣子是不是 所以他們是被逼的啊 是被上司逼的 我這樣可是就是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OK 然後你也問了100次 那你就發別人 不是 那就不要一直... 因為這樣也... 好可怕 其實是說 這樣也造成你們的困擾 剛剛那一句話聽起來 算是繞狠話的請按鈕好嗎 對 1、2、7... 好了 2、1、2 這幾乎快滿了 怎麼辦 7、2、5 我抱歉這句話講完之後 你們就真的不會發他的請按鈕 還多來增加 怎麼會這樣 26耶 不是 我有得罪女地方 不然我真的說聲抱歉 我真的... 我真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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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想他們打100次電話來 他們有多累 所以為什麼 就不試試看別人的故事呢 所以你就... 妳是晨熙的推薦說走別人 所以妳可以 有沒有比較禮貌的方法說 那我不太適合這個題目 因為我有一次就問 因為那個人其實算熟 常常發 那我就說 可是這故事都不行 因為其實我有點ㄍㄧㄥ 因為這個主題我真的不常聊 那妳要不要試試看找別人 就是跟我一樣是媽媽或什麼 他們就說沒有 可是我們製作人就說你比較適合 那我說好 那不然 妳可不可以提供幾個 比較像的故事讓我去發揮 然後他們也想不出來 就是很危難 後來我還是去了 可是有的時候你們來了 我們感覺到 妳如果其實不太想講 這方面的事情 我們會轉彎啊 我們就去跟別人聊 其實每個主持人都像看我哥 那麼那個會看啊 所以你當時... 我又要得罪... 我又要得罪別人 當時就還有得罪給的主持人 也舉手 別的主持人可能會有得罪到 謝謝你 我也要來 所以你明明是 我們兩個一起主持 你剛好出來講我 對 一起...一起的 太晚了... 小優慘遭退通告 小威正當場調侃工作人員 之前好好曾經就是連舞都練 練了舞 然後就是還回家做了準備 到前一天才就是跟你講說取消了 誰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嗎 對啊 藝人練了舞之後取消 是因為要換題目嗎 對 妳對我金頭腦 我比較不容易到這樣的狀況 是 對啊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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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靜 妳剛才說 如果不適合這個題目的話 那就找別人 這樣子工作人員會覺得被冒犯嗎 我不會這麼... 我的業... 我現在是形容一件事情 我覺得100真的太...是誇張 可是大概最多可以打來幾個 我被打過八次 一天 一天八次 一個題目講的八天電話 這次是我第一次去上 然後我本來想說 壘到第三次應該已經OK了 結果他之後就是 因為他要問得很謝問 他之後就問說 那我可以... 因為我們是那個節目 可能是要...就是要 見賞東西這樣 他說那可以請妳問一下說 媽媽的那個就是嫁妝什麼的 可是真的不知道是民國幾年了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真的忘了 而且媽媽那個年代久遠 他說那妳可以大概就是問媽媽說 那時候媽媽... 然後奶奶還跟他講了什麼話 逼很緊就對了 誰會記得 然後之後後來就是 又打了五六通 然後我就真的有點受不了 打來五六通 不可能都得不到答案 然後重複問同樣的問題啊 就是他希望那個故事 他會一直加 一直加 他會以為妳會想出 所以妳們可以回答說 剛剛不是已經聊過這件事了嗎 就是我有的時候遇到這件事情 然後那我就會說 好 那妳可以給我個五分鐘嗎 因為在那邊僵持其實是很尷尬的 然後呢 那我就說 好 那妳給我個五到十分鐘 然後妳也讓我想一想 就緩和一下那個氣氛 然後他們就會再打來說 怎麼樣 現在可以了嗎 妳就會覺得有一種 被追債的感覺喔 會逼得妳們之後說謊話嗎 就亂編一些故事 因為說實話少 又可以找一些假裝祖母 跟媽媽講過的 對啊 妳可以自己編對話的啊 這個時候外婆就跟媽媽說 對啊 妳自己編 妳會不知道要編什麼 對 不想說話 這個我要講一下話 這個因為... 因為就算是康熙來的 他來Re通告的人的年次也不一樣 有些他是每次寫本 每次被打槍的 就會常常打來 你已經知道是哪幾個了是不是 我大概知道是哪幾個 那有些人他基本上 問簡短的三個問題 他其實就可以交給上面 是 他有的人是會十幾個問題 他寫不出來 所以有的是有效率的 有的是沒效率 這個要看人 一個就是他已經問到我 很隱私的事情 然後人都滿好的 可是就是有的時候他們 比如說他就會說 你有沒有好笑的故事 然後你跟他講 然後他就哈哈大笑 然後就... 對啊 還有嗎 那還有更好笑的嗎 還好怎麼樣 你都已經笑成這樣了 所以前天是應酬 在應酬笑就對了 沒有 他真的很熱情 沒有 他真的很熱情 而且他會笑很久 然後笑到回神之後說 這個真的好 你還有更好的嗎 對 跟這種工作人員蕊彎通告 比上一個通告還要蕊彎 很厲害 真的蕊彎很厲害 我要問一提喔 到目前為止 他們這些藝人 剛才聊這麼開心的內容 讓你們的內心 有一種隱約覺得 不知感恩 這四個字的聲音 不知感恩 不知感恩 三分之一 十四... 有將近一般的人 覺得你們不知感恩 真的假的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 因為他們可能偷心偷肺 想要引出你們更多的東西 而且你們講得很爛的笑話 他在... 還苦笑一門 你們太不知感恩了 真的有不知感恩嗎 不是 我們不是不知感恩 我們只是覺得很挫折 就是我們一般的 這麼好笑的 好像我們不能滿足他們 所以其實我們也很難過啊 我本將心脫明 因為他們跟他們講 他們的眼神經驗 沒有 詩佳 我跟你說 你那一種rave法 也算是鼓勵型的 就是他... 你聽他這樣想 我講個笑話好像... 你還願意繼續講下去 我遇到的是 我連講三個笑話 喂... 那個人好像失去呼吸了這樣 你是講故事嗎 對 就是也是一樣講... 沒有 我們幾個 你跟克帆哥的趣事 好 我就講一個 然後那個對方是一個女生 但是他的聲音是比較男性 他就... 還有嗎 好 再講對一個 然後對方又是... 我不曉得他是直接... 你太無聊了啦 我不曉得是直接話頭離開遠 還是開闊音 但是我就好... 我在跟空氣講話 還是他同時在處理別的事情 應該不大資訊 不過像在取悅空氣 那個更累 我是覺得路... 就是蕙通告你 大概十分鐘你能夠解決 東西精采 講得都出東西 你就是製作單位的人才 對 超過二十分鐘就是個庸才了 超過... 超過三十分鐘 然後還講不出個屁來 你可以改行了 你是說明星還是說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張克帆剛才在發言 算是以老賣老的請看 這是題目的問題 25了... 太囂張囉 克帆哥 再講就26了 沒有 安安跟我惹過頭髮 他穿了沒有超過十分鐘 把你那個消掉 還有18號 消掉28號 那客房就有一個邏輯 就是說這個人有沒有獨立思考 或是他是有一個稿 是譬如說1到10 然後號碼 就是譬如說問題1 問題2 問題3 那他必須要照老闆的意思 把十個問題都問過吧 但是如果他在聽你講故事 譬如說你講一個故事給他聽 因為你知道主題嘛 所以你回答的時候 你可能回答 你已經其實... 譬如說第八條 九條 十條 其實已經講掉了 但是其實他到八條又會問 那你喜歡怎麼樣類型的女生 那其實你這個在第一條已經講過 那你是在女生的哪一個部位 我也講過了 因為想到他什麼性格 其實已經講過 但是他一定要把題目每個都念完 一定要念在念一次 你有發生過說 你們告訴對方一個 你們覺得很不錯的故事 然後過二十分鐘他打來說 那我們這一集就算了嗎 有 有嗎 對... 然後你後來轉電視 你就會發現那個主題 對 然後是別人在 對 之前還有曾經就是連舞都練喔 練了舞喔 然後就是還回家做了準備 到前一天才就是跟你講說 取消了 我還花時間去練舞 然後跟你惹了一個多小時的稿 有誰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嗎 藝人練了舞之後取消 是因為換題目嗎 五號現在可以回答一下嗎 不是 我們做筋頭腦的 比較不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不會練舞 我主要想要問你的同事 你這樣打心 你真的沒事 你真的... 好壞喔 你是刻意抓出來的 還是沒整理 沒有 就是沒整理 可是沒有人 被工作人員欺負過吧 就是對你們態度是不是很好的 有啊 我有遇到過一個 我覺得很嚴重的 就是有一個節目 他末約一個月前 就開始跟我發這個通告 妳是要說約末吧 對 約末 他... 我本來想說算了 就讓他跳過去的感覺 你知道裝去的感覺嗎 末約是寫那個諾貝人文書 不能約啦 一開始跟我聯絡是一個 男生工作人員 然後後面忽然呢 換了一個女生工作人員 跟我確認 他也跟我確認好說 當天其他的參賽者有誰 然後當天我們要怎麼集合 他都講好了之後 想說OK 那就沒事了 都講完了 掛了電話之後 然後因為那時候剛好跟就是 跟丫頭有一起要去一個 南京的一個節目這樣子 然後這個東西 我是請他經紀人幫我負責的 這時候他經紀人就打電話來了 他想說 瑤瑤妳是不是有另外多接通告 妳忘記妳要去南京了嗎 我說什麼...什麼回事 我沒有忘記我要去南京 而且我通告是不同天啊 時間安排好了 時間是安排好 他說 沒有 妳那個錄影是同一天 壯時 我想說怎麼可能 我明天記得十七、十八 可是我去南京是十二、十三啊 對啊 我想說怎麼可能 趕快掛電話之後 我就打給那個工作人員 就想說 那個你們錄影時間 是有換時間嗎 他說 我們就是這個禮拜十二、十三號錄 我說不是十七、十八嗎 他跟我講說 沒有啊 是十二、十三啊 OK 他可能投婚是不是 不是 因為他說 他當初跟我聯絡的是一個 男的工作人員 然後那男的工作人員 他剛才要出差 所以等於是那個女生 接替他的工作 沒有交接好是不是 對 他跟我講說 我怎麼知道那個男的 是跟你留十七、十八啊 然後我當下其實我是很火大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工作是 我們都... 而且重點是我們已經講好了 妳很火大是罵他嗎 後來 不是 我沒有罵他 然後我就想說 那可是這樣的話 那這樣是誰的問題 他想說 我哪知道啊 我只是教訓人家的工作人員 我怎麼知道還會跟你留錯時間 後面講一講 我有點火了 我說 好 那所以現在 這是我的錯囉 他竟然回我說 然後... 所以妳最後怎麼處理這件事 重點是後面 因為那時候我在吃飯 你知道嗎 他說 OK 好 所以是我錯 他給我回了一個恩之後說 好 那我知道了 我不等他講話 我就把丟他掛了 OK 結果電話給我響了 我一接 好嗎 我不是... 他就說你幹什麼態度 這是我的錯嗎 我哪知道他沒跟你交接好 他大罵我 我就當上很委屈 我就哭了 想說好 那對不起 我為我的態度 這是什麼 好酷喔 妳就哭了 妳就哭了 很凶喔 好酷喔 是他很凶的講說 妳那什麼態度 要說好 你不要哭啦 去那哭啦 我跟妳講更可惡的是 我跟妳講說好 她是不是現在在對面是不是 沒有 她們在對面 我就說好 那妳哭個屁啊 我跟妳講話 我想說好 我為我該的態度 跟你道歉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可怕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們也要就是再想一下 因為我覺得你們要把事情交接好 她想說好 就這樣 她就掛完電話之後 我想說火大火大死了就 晚上回家 我看這個APP 因為她有我的APP嘛 她的狀態竟然給我打說 妳以為是羅茲智 還是蔡依林啊 注意妳的態度 我長得都太醜了吧 真的很生氣 氣不氣 請問人類戲劇真的很可惜耶 妳最後那裡是去上哪一個節目 南京的還是這個的 南京的 是哪裡啊 是南京那個啊 因為男生那早就定了 所以我時間都分開了 所以那個節目只好跟她就退掉 小優穿著性感上節目 竟是工作人員要求的 小優應該沒有被要求服裝吧 我有耶 多一點 多一點 上節目就穿太扁了 我真的有 而且就是這樣 有一陣子有一些節目她會說 因為那節目我還滿長 她就說 就是通告 然後都會打給我電線說 記者要穿低胸喔 什麼 怎麼可能 真的 我一定是稍微保守 我想不然 然後我打個節目 妳一去她就跟我說 因為妳今天穿這套嗎 可是我就穿我來的衣服 所以當然不是要說 我很期待妳的 真的喔 真的 怎麼會是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子 你知道是不是男性還女性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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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優 你碰過工作人員跟你談 寵物的事情 對 因為那時候是要聊寵物 然後 我有一陣子做寵物的東西 對...然後因為我那時候 那時候我像養貓啦 那時候我養魚 然後工作人員就是跟我講 那假如跟你養的什麼蟲 我說養魚 他說 這樣子 好 他就問第二題 他說那請問那個 這個很難講 因為有的魚會在水裡面鑽洞 可能是牠會要出水面 對 所以我就說 對 不好意思 我跟你講 牠不會什麼特技 我就通常看牠 看我這樣子 然後就... 對...不好意思 那 假如跟那請問你帶你的魚去 例如牠如果大便妳要怎麼辦 對 魚去對不對 我說... 對不起 牠說 那你的魚如果大便了妳要怎麼辦 對 我說魚大便就是魚缸裡面大便啊 對不起 我搞錯了 因為養狗的人 牠會帶公園去這樣 然後我說好 沒關係 那下一題你問下一題 牠說 那你會不會帶你的魚去公園 牠問完之後我說 你拜託不要再問這狗 牠發的事情好不好 牠就要一提一提問這樣 對 就是按照那個 就完全沒有辦法 可是聽起來他們好像處於 極大的工作壓力之下 對 所以通常我都是 我都非常心平靜的 你會不會安慰他們說 你現在問的問題是有點搞笑喔 沒有 有的工作人員他是說 他一提一提問 他問很久 然後 我說沒關係 你 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你再問一下 因為我是有問必答啦 不見得說答出來是很好的 但是我盡量都回答他的問題這樣子 OK 班傑是有被工作人嫌 你回答得太多是不是 因為... 因為 Ray就是非常多 那就是可能很多故事 那我知道主題 我知道他會Ray很久 那我就準備比較完整的東西 那到現場的時候 我講一個比較完整的故事 好像當時這樣 男生 女生我講一個頻率 頻率的一個理論這樣子 然後講完之後呢 下一次去那個... 一樣Ray很久 然後到現場 那個我經紀人就過來 他說那個...他們說 這一次如果我們的回答 我們是簡短有力 下一次就不發你了 就覺得... 寫一話多 我該怎麼辦 所以對於穿衣 像思佳是會遭遇到工作人員的要求 好怪喔 就是... 男藝人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人會要穿衣 有一個節目會 就是要什麼顏色這樣 真的嗎 有顏色 不要跟布景撞色是不是 對... 那女生一定都會被要求穿衣 真的一定會 而且有一陣子的節目 他都希望就是可以穿得 比較性感一點 就是可能要露一些 比較奇怪的部位 可能有的時候有露腰的啦 就沒露腰就能露腿 對...然後就是有一陣子 然後他們就是說 那個你可以不會多帶一件 你的戰斧來 然後我就穿了一件 就是中間這樣開的之後 然後他們就說太好了... 然後下個禮拜 又說你他們會更厲害的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就是被... 你不知道你要怎麼樣 就開到這邊嗎 真的 因為... 不是 因為你知道 我個性因為我不服輸嘛 然後就想說好... 更厲害的... 他其實... 你其實沒有在輸的啊 那我就想說好 那不要輸 然後我就帶很厲害的去 發現全部人都穿那個平口的啦 就是那種休閒的 然後我當下就很尷尬 然後想說這樣會不會覺得 是我心機太重 然後我還跟那個他們講說 那是不是我也就不要穿那麼誇張 沒有 就靠你了 你就這樣穿 其他人穿都這樣 他們都不OK 全部都靠你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變成這樣 你就覺得卡在... 那那集真的妳最出色嗎 就是在節目中的表現 就因為我穿最露啊 然後其他人就都包緊緊 就是可能哪裡都沒露 就可能只有露個腿而已這樣 然後之後當然就很開心 然後主持人也很開心 就說還好有妳什麼 可是你相對就會覺得 對其他人你就會不好意思 因為你會想說 不是都講說他要很厲害的 其實我剛開始真的很不知感恩 我們很少像妳自信的說 還好有妳 沒有... 還好有妳的畫中耶 沒有... 不是 因為可能剛好那一集 就是他們都是包起來的 然後只有我是穿比較露的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至少還有一個人 還有露的東西這樣 小優應該沒有被要求服裝吧 我有耶 穿多一點... 像今天就穿看什麼 沒有... 這遊戲節目盡量不要穿雪紡紗小優 什麼 我真的有 而且就是像有一陣子 有些節目都會說 因為那節目我還蠻疼的 他就說 就是通告 然後都會打給我盯緊的說 記得要穿低胸喔 怎麼可能 真的 怎麼可能 我一定是稍微保守 要不然... 我知道你都拿個節目 千萬請立耶 真的 他今天是圍棋的旗盤 然後那個人真的都會看衣服 你一去他就說 小優 你今天穿這套嗎 可是我是穿我來的衣服 所以當然不是要說 真的 真的 因為像... 是男性還女性 男生... 他們在化妝間 公務人員就會過來說 妳就要穿這樣嗎 妳就要穿這樣嘛 不會吧 然後我就說沒有 還要化 那就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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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媽... 你知道嗎 對 他會看上你 他會剪 好 我接下來問他的問題 很沒有禮貌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 有點難以收拾 可是我有點想知道 那放心就是 問完這一題 我不會往下追究 所以不至於傷害到 在座的任何一位 我只是想知道 有沒有這件事而已 對面的十個人當中 有沒有人是 妳是在沒有人可以請的狀況之下 只好請他了 來 按鈕吧 6 7 8 8了... 十... 有好有壞了 十四了 是同一個人嗎 有機會喔 有可能是三個人 對 我最愛救活了 好不好 就是... 就是說沒有人 要靠他來撐一下場面對不對 OK 所以妳的意思說 要我繼續問是誰嗎 妳要問四男生 可以問啊 可以啊 還滿好 來 妳們都很成功 剛剛有十四位按鈕了 所以這十四個人 繼續回答我的問題就好了 這十四個人請回答我 這個人是一個男生嗎 如果是男生請按鈕 男生請按鈕四個 是女生 是女生 十四個 十三個 你們這五個... 你們這五位女生當中 有人是沒有人發了 才只好請你們來的嗎 我跟妳講 雅蓉妳要清楚 我跟妳說 她這個不叫做沒有人可以請 她這個題目不是 妳說的那個救火隊是 本集很沒內容 所以請她來才有內容 我不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這個意思 妳們會... 我上次原來是凌晨一點的時候 然後我接到一通電話 她說妳明天可以來上通告嗎 我爽翻了 明天是天啊 這不是... 這不是請以救火耶 是說真的是她發不到人 只好發 就是地球上只是她妳了 這個意思 地球上只是她... 那我再問一題喔 就是請問 對面的十位藝人當中 有人你不想要請她來上節目 是因為你討厭她這個人的 請按鈕 人的部分喔 人的部分 你也是第一位啊 我真的有耶 好棒喔 最好只有這麼專業啦 最好 只有五位啦 還是好 所以意思說25個人 是沒有個人喜悟的 但是這五個要不要... 或者他們討厭的人 不在各位之類的 有... 所以你們今天趕坐在這裡 是因為你們有把握 如果我出題是那種 兩兩PK的題目的話 你們不可能... 你們不可能是最後那個人嗎 不要PK 有... 節目中那裡做個Ending啊 對啊 要不然你們收 好刺激 好刺激喔 好 CD 你覺得我的出題要 一男一女放在一組 還是兩男放在一組 我要 一男一女吧 一男一女好了 好 前後... 用前後的好了 前後的好了 前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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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喔 莊克藩黃球星人妻大比拼 按鈕數字見跟小 莊克藩跟瑤瑤在節目當中 比較樂意看到 莊克藩的請按鈕好不好 我要睡覺了 好 來 起 起了 幾位 十位 十位 莊克藩跟瑤瑤這一組 在節目中比較喜歡看到 瑤瑤的請按鈕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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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鈕 現在選出來 不要說最少是你 來 請按鈕 第一組 班傑跟小優 我要哭了 我哭了 班傑跟小優 他們兩個人 比較喜歡在節目中 看見班傑的請按鈕 小優獲勝 小優獲勝 好雜喔 好 第一組 第一組是小優領先嘛 一定要這樣嗎 第二組是高山峰跟詹子晴 哈囉 高山峰跟詹子晴這一組 在節目當中比較喜歡看到 詹子晴的請按鈕好嗎 我感覺很高 好像很高的 高山峰跟詹子晴這一組 在節目當中比較喜歡看到 詹子晴的請按鈕好嗎 有三個 有三個 但是詹晴是領先的 所以目前男生一直輸是不是 是 OK 好 第三組是張克帆跟詹姚 張克帆跟詹姚在節目當中 比較樂意看到張克帆的請按鈕 我要睡覺了 來 起 起了 幾位 12位了 也輸耶 張克帆跟詹姚這一組 在節目中比較喜歡看到 詹姚的請按鈕 請按鈕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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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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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八個人 有八個人 他們有八個人不喜歡 對 八個人不喜歡 對 八個... 有八個跑票 有八個跑票 我才許嫁之後我想要安慰他 你讓他那一塊還要怎麼做 這八個人數 我想看他那一塊 也就是說我們的票還比班點少喔 我跟你講... 好玩而已 現在選出來的票數最少是你耶 真的耶 真的耶 你怎麼會... 每個按鈕都是有電的嗎 你跟票怎麼會這麼少 對啊...就是... 有嚇到 我覺得你每次上節目都很有點啊 好 這就是人生嘛 我也沒辦法啊 不要哭 不要哭 不要哭啦 一天哭兩天要不要開來 等一下還有機會跟別人PK 說不定還會領先 你不要再PK 我就不要再PK到這五次十個 你會最低的 就這樣我面子往哪上了 難說是先 難說 雅蓉 你要做錯 難說 你看後面就四個 好 下一組 謝安君賽 不要拿我們家 我跟你講 我真的會... 我真的會因為 如果我票很少 我真的會難過很一陣 什麼意思 你不要自首... 好 三十位電視圈的工作人員 我們現在這一組是 安君燦跟王思佳 在節目當中比較樂意看到 安君燦的請按鈕 安君燦的請按鈕 想看 想看好幾個沒有過半喔 可是票數還不錯喔 不錯啦 三個票 我們這一組比較喜歡看到王思佳 請按鈕 來 幾位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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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有人不然可以 十 但是還是比亞嬌高 我沒有說 我跟你講不誇張 今天他們發我通告的時候 他們跟我講說 就是最後可能會有一個就是 有一個那個環節是要他們選出 最不祥的 我說 反正應該不是我 OK 我來 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會是你耶 怎麼會是你 我覺得我們節目很喜歡你耶 可是我太愛哭了吧 我先自首 我覺得我的票數會最低 因為我在接這個通告的時候 不會 因為你人很好 你不用擔心 沒有 我經紀人跟我講兩次 他說Jaco 你確定你要來這個通告嗎 我說怎麼了 不行嗎 會有講不好的事 不會 只會怕你心情變很差這樣子 我覺得你真的不用擔心耶 還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對你的氣氛是不錯 真的耶 工作人員是喜歡你的啊 說你的很好啊 好 三十位工作人員 我們這一組是張偉文跟顏麗婷 在節目當中 比較樂意看到 張偉文的請按鈕 來 請按鈕 好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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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沒有壞掉 他們是真的有喜歡跟不喜歡的 他不認真玩遊戲 所以今天第一高票是這兩個耶 不是那麼討厭看到我嗎 所以我們的...我們的最後 是小優嗎 小優 可以麻煩你們站一下嗎 好 來囉... 好 站起來喔 三位站一下嗎 節目已經接近了高潮喔 不要再哭囉 剛才...剛才的票數是因為 跟他們同組的人較量之下 可能你們感官...那個感覺 跟現在會不太一樣喔 所以高山峰跟王思佳 如果放在同一組的話 以上都可以看到 高山峰的請按鈕 來 高山峰請按鈕 高山峰 十...十二 十十二 好 我希望可以看到王思佳的請按鈕 好 十...十四... 十四...十五... 十五...十四... 十六 十六... 深屬 好...十四... 好...十七... 好逛喔 高山峰 有 你怎麼會站著啊 我是說... 我是說你今天 怎麼會擺在他後面嘛 還是覺得你轉 都有吧 我覺得 因為我...我私底下不大講話 你有在電話中說過對方說 這個題目我已經聊過了喔 你們... 沒有 我不會 不會 你會耐心的跟對方聊 我會耐心的跟對方聊 即使聊到超過半小時也聊嗎 我覺得我講過最重的話好像是 你是不是新到公司來的 我會這樣過 可是這個也不算太過分的 就不會啊 而且我覺得金頭腦的人會喜歡他 因為畢竟他也是聰明的啊 完了... 有嗎 金頭腦 我受他們節目邀請去過三、四次 因為你感覺赤傷是高的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這個什麼 看到製作新聞去很多次啊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來 有金銀島 你去過金銀島嗎 金銀島我有去過 金銀島我有去過 兩...講兩遍 而且語氣都一樣 完全很緊張 這是Rap吧 高山峰跟瑤瑤黃朝鑫 在同一個節目裡面的話 比較樂意看到高山峰在哪裡 你看跑路 快... 快... 過了耶 天啊 高山峰請坐 謝謝 我然有缺陷 我覺得你站到下一集錄完 會不會是你剛才那個面... 你剛才通告那個故事講太長了 我在想 因為那通告的真是我很火大耶 沒有 那個事情湊不在妳 只是妳描述的過程很囉嗦 很囉嗦嗎 妳就一直很在乎那個手 要演得很像電話 我演得很像電話 做重點的 我覺得全場的人都在感受這件事 妳為什麼要這麼在乎這個 好 我沒辦法電話掛起來 我們不要拿電話 黃舊星對向老許家 工作人員表達心理話 好 我們現在有機會 跟芽芽 黃舊星去旅行 或者 比較喜歡被老鼠夾 夾一下手指的請愛女婦 明明被老鼠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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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被老鼠夾 黃舊星今天得到這個位子 他自己心裡應該明白 原因的請按鈕 會不會答書要 心知不明啊 教宿喔 我覺得票數偏高喔 有11個人認為 你應該知道理由耶 到底是怎麼會讓可以教宿 等一下 請問跟她 覺得這11個人當中覺得 你覺得跟愛哭有關的請按鈕好嗎 沒跳 你有跳嗎 有 竟然有人不喜歡她愛哭 這是...哭不是很... 你真實的反應啊 對啊 你就是愛哭 是你的個性 我不覺得就有什麼... 但是太真實了 外交我聲音非常的掛躁 好 那... 我覺得是因為 你沒有經紀人在中間做緩衝 很多你的情緒 真的直接撞擊到工作人員 對不對 對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就是 自己得去為自己講一些東西嘛 時間不行 或者錢不行 你通通都會自己要表達這個問題 對啊 還有因為通常就是 通告一進來 我覺得那主題不是 電話... 對... 你幹嘛那麼愛你電話 你又通告一進來 電話機器有沒有 電話機板 通常那個電話... 對 他沒有電話到智慧手機耶 通常電話一進來 反正要是我覺得這個通告 我覺得可能話題不適合 我會直接跟他說 我可能不適合 就是可能對方會想說 那你還是可以 你再想一些別的 但是我會覺得說 如果不是我自己的東西 我可能講不出來 我就會直接跟他講說 而且你自己也要談自己的價錢 對 對 我還... 因為價錢是常跟人家吵架 之前 好啦 所以可能有累積下一些錢 不好意思啦 我... 我不是挑戰的啊 對 我很意外今天是你 還是你要問一下 誰想跟他去旅行 我們現在有機會 跟瑤瑤 黃朝鑫去旅行 或者 我們會被老鼠夾 夾一下手指 比較喜歡被老鼠夾 夾一下手指的請按鈕 好嗎 明明被老鼠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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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 老鼠夾收拾 很壞 這樣子耶 三分之二人 長痛保短痛啊 跟他出去很痛耶 你這樣聽到沒有人氣 你本來是想幫他解套的對吧 我以為... 我以為一定願意跟他去旅行 所以為什麼老鼠夾 我覺得重穩... 要換成下地獄了 我覺得 重穩一次 要重穩一次 老鼠夾已經很嚴重了耶 這太誇張了 我沒有比老鼠夾更嚴重 我沒有比老鼠夾更嚴重 算了啦 算了啦 因為跟你去旅行 可能他們覺得很累 那我跟我一起拍歡樂的好嗎 很歡樂 會不會覺得妳很醜或什麼 那我都是太歡笑的那個 他叫我們幹嘛 我就會跳舞給他看 我都是超歡樂的 是 真的 算...我也不知道該把旅行拿了 發臉... 發臉...又發臉了 對 我覺得專心演戲是可能出 所以我覺得今天起碼有 雖然芽芽在這個比較尷尬的位置上 可是起碼其他酒味當中 有一些人心中會放下一塊石頭吧 因為像張瑋文好像之前 被我們節目搞得有點陰影 我比較驚訝的是 我真的有那麼多人願意被老鼠猜 我是很痛的 我真的佩服你們耶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把老鼠猜拿出來 夾... 好啦 不好意思辛苦你們囉 謝謝 謝謝